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遇刺身亡后 群龙无首 属于革新派的前军五个旅 因为继承王文华逝世后的权力 内部发生了纷争 王文华在世时 前军第二旅旅长古正伦自继常 曾任入居四川的前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在敬川任务达成后 本以为可以回贵州担任前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但因何英亲是王文华的妹夫 前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职 王文华肯定不会交给外人 自然落到何英亲首度 此时 何英亲身任前军第五旅旅长 省会警察厅长 省警务处长 贵州陆军讲古学校校长四个要职 又是少年贵州会主任理事 警察协会会长 八十一线同乡会会长 再加上前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职 可谓军警大权急于一身 而在四川征战新牢的古正文 却没有得到心中的位置 这是王文华逝世后 古正文谋算了何英心的主意 王文华逝世后 前军第一旅旅长斗军人 自己装 住房前东南重镇同仁 前军第三旅旅长胡英自运山 住房前西南重镇兴义 远离省会贵阳 又因胡英是云南人 不愿介入贵州人内政 而斗军人为人敦后 也不愿家聚和 胡毛队 在这样的有力行事下 红属革新派的古正文 联合前军第四旅旅长张春普 与傅涛 与住房省会的前军警 为团长孙建峰 自秦良 压迫和隐心交出权力 当时 反对德新派的另一势力 原祖明自顶清定前军级迫进贵州 为了抵御国守势力 为了防止兄弟戏强 和英亲内外交混 也是大事一举 使德仓皇离开贵阳 和英亲离开贵阳前 孙建峰派出一个配备精良的家强连护送和英亲 暗中下令在贵州云南两省交界处谋害和英亲 其实 和英亲早就得到孙建峰的幕僚服精服 自施荣通风报信 为了不打讨惊蛇 表面感谢孙建峰的好意 同时命令他的副官长兼第五旅旅部警卫连长律全连官兵 枪上膛 刀出鞘 与孙建峰派出的家强连一道上路 到打贵阳近郊的头桥时 只见队伍后边尘土滚滚 几匹快马从贵阳方向飞驰追来 进前一看 来者是孙建峰的副官 带领几位马匾 这位满头大汉气喘吁吁的副官顾不得下马 就在马上对着那位加强连的连长傅尔讲了几句后 向何英勤报告说 孙团长因前方持紧 加上何旅长已有第五旅警卫连护送 所以要立即调这个加强连上前线作战 何英勤不但表示同意 还命令第五旅警卫连的副连长刘文安帅警卫 连与加强连一同回归阳归房 请留下他的副官长 监警卫连连长一人随行 为何孙建峰突然改了途中 枪杀何英勤的命令 这是因为何英勤一离开贵阳 福京府就立即劝说孙建峰 外有原祖明大军压境 内有死命效忠何英勤的第五旅警卫连高度戒备 如果发生冲突 那就让虎视眈眈的原祖明 坐收于人之力 孙建峰兼阴谋铺主 也畏惧第五旅警卫连冒死相拼 为一个和英勤丢掉贵州政权实在不值 所以下令快喜追回 准备半途行凶的家强连 一场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得以幸免 和英勤于1921年12月 农历冬月平安抵达昆明 他们到达昆明后的当天 先去看望了前军第三旅女长云南任胡英的亲属 又拜访了和英勤的日本市官学校学长王柏林 王柏林热情捆带的同时 聘请和英勤为云南讲武堂的教官 随后王柏林陪同和英勤一起拜访了他们的另一个日本市官学校的同学滇军总司令顾品珍 顾品珍也聘请和英勤为滇军总司令部高级顾问 常言道是获夺不妥 大约半个月后 和英勤到昆明安宁温泉洗浴 二十世纪初年的安宁温泉尚未装上电灯 使用的是悬挂在屋顶的打气灯 和英勤洗浴结束进入更衣室 突然背后一人举尸枪向和英勤射击 和英勤中枪而倒 和英勤已被送到大法医院后 由法级院长柏林做手术 取出他身上的弹头 和英勤手术后对外宣称子弹击中左废 因弹头离心脏太近 无法取出 只能活两年 以防止正敌继续行刺 手术后维测安全与治疗 和英勤搬入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一期 经于一道 素有神医之称的滇军旅长范石生家中养伤 经过范石生近两年的悉心医治疗养 才得以全面恢复健康 和英勤商育后到广州参与创建黄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